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人这样的无理举动非常不满 于是就问身边左右大臣 杨人来参见为何不下跪 周围的大臣虽然都知道原因 却没有一个敢出来说明的 生怕出了慈禧的眉头 这时身边的太监李连英立即接口达到 回禀老伯爷 这杨人没有膝盖 想跪也跪不成啊 所以只得鞠躬 慈禧听后这才面色缓和 不再计较洋人的失礼行为 旁边的大臣虽然知道李连英说的谎话 却也没有一个人敢指出来 后来同外国人打交道多了 慈禧也知道当初李连英说的是谎话 但毕竟也是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 加上自己也无可奈何洋人 只能作罢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